谢谢大家 我是周琪默 首先非常感谢 程璐这么认真地跟我比赛 就是认真的男人最帅 然后说说我自己吧 我这一路啊 很感慨 两进两出 我现在感觉 我拿了一张脱口秀大会的年票 我没有那么好 前面节目组把我捧得太高了 什么脱口秀OG 现在你们知道OG是啥意思了吧 Out God 淘汰之神 还说我是什么脱口秀天花板 结果忽兰上来就把天花板给卸 现在中国脱口秀是一个露天的状态 你们知道吗 这个感觉其实很不好 就是你总被复活去比赛的感觉很不好 就感觉你赖着不走一样 我甚至感觉 自己像脱口秀大会得的一种慢性病 就你以为它好 但是没有去根 过几天又回来了 周期末反复发作怎么办 用忽兰 用忽兰 你看成功说吧 危险 只要一小课告别周期末 比赛真的很难 但还好 还好 毕竟有一些生活阅历 比赛再怎么难也没有生活难 我是一个北漂 北漂了八年 北漂就挺难的 所以很多人就必须得给自己打鸡血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 每天早晨都会在朋友圈发四个字 早安 北京 然后晚上发 晚安 北京 我有时候在想 你在跟谁说话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上海吗 你有北京的微信吗 很多人北漂那么多年 都没有想过 跟自己的家乡说声早安 我都没有见过一个人发 早安 铁岭 晚安 葫芦岛 但是我特别理解他们 为什么对北京这么有感情 因为有的时候 你从自己的家乡出来 飘着就很不容易 很多父母特别愿意 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 我爸就是这样 我高三的时候 我爸跟我说 大学毕业 你上大学 找这个大学多好 离家进 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说 市里给你找我工作多好 离家进 什么都是离家进 有一次我就问他 我说爸 咱家到底有啥呀 你非得让我离他近呢 有矿吗 没有 是吧 那咱俩这是在这干啥呢 玩塔房呢 你怕有人拆家是怎么着 说实话我还挺 挺希望我家被拆迁的 拿一笔拆迁馆挺好 因为我爸特别烦 我爸总嫌我在北京赚钱不多 你知道吗 没事呢 就给我打电话 拿别人的事情来刺激我 儿子 那谁家那小子你还记得吗 我说啊 记得记得 那小子在北京买房了 挺厉害 一年好几十万呢 供给金也够 我说啊 那真挺厉害 哦 对了 前两天我们有个演员也买房来着 我爸说啊 是吗 哪来的钱 啊 他爸挺牛的 他爸是那个 做生意的什么的 咱家跟人家比不了是吧 然后我感觉我爸就记仇了你知道吗 去年我过年回家 我爸就坐在那拍了肚子 跟个小海豹似的你知道吗 儿子 我想好 如果我有一天啊 得了重病啊 我就不治了 我不连累你 我说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 真的 你看你现在讲脱口秀 也不挣几个钱 我也指望不上你 我说爸 你真别说了 你写下来 好不好 你写下来 来来来 治不了你了 没事就给我来一个什么 五年规划 五年计划 儿子 你下一个五年计划 就是找一个北京姑娘 这样你下半辈子会轻松很多 我说爸 这样吧 你现在不也单身吗 他也单身 我说你也单身 那咱俩就双管齐下 你也算最后为我燃烧一把 好不好 你到那个公园的老年 相亲脚啊 要能给我领回来一个北京后妈 我跪下来管你叫爸爸 你知道吗 我爸就是典型的中国父母 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几斤几两 就是我凭啥 我找着北京姑娘 我涂人家糊口 人家涂啥 涂离家近呢 但说实话 现在北漂了八年以后啊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爸离家近的话 还是有些道理的 就是因为在北京真的很难立足 很难立足 房子就买不起 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租还可以 买的话 十几万一瓶 天哪 我这辈子都买不起 除非它能散卖 如果这个房子能散卖 我一定努努力买一瓶 晚上回去站一站 也算在北京有个立足之地了 四十平的房子 一推门进去 发现已经站了39个人了 是吧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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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修了 按个灯 回来了 不早了 不早了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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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早了 发个朋友圈 晚安北京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周琪梦 好 我是广志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 不就是钱吗 我没有想到 就是有一天 这句话 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 就是我现在在上海 就是我是一名 全职的特殊演员 然后的话 一个月能挣一千五 这个段子是去年写的 今年的话 一毛钱没有挣到 就一个月一千五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次我妈说我 你做这个 你收入根本就不稳定 我都可以反驳她 我说妈你放心 就是收入特别地稳定 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感觉 就是收入虽然地少 我觉得 就是挣得比较少 它也有挣得少的好处 因为我发现 就是在上海这种 大都市的这种一线城市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我发现在上海 这种一线城市 你像我这种 月薪一千五的 就跟那种年收入千万的 就是挣得最多的 跟挣得最少的 这两种人 他在上海生活 我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 其实差不了太多的 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压力 就压力最大的是 中间的那拨人 就他再努力一点 他就可以留下来了 就那种人压力最大 你就像我现在的话 就我不夸张地跟你们讲 我现在就月薪一千五 就在上海 就是完全没有买房子的压力 就是 我经常会听到我的朋友 他们在讨论 经常讨论 哎呀 这个上海这个房价 好像又涨了 好像现在这个 普通比前两年 又涨了一两万 就每次听到之后呢 我都也不在乎 因为怎么说呢 就一万两万的 我也不在乎 他坏 他没钱 他坏太多 他停得太少 太短 因为蒋脱口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嘛 所以说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就会经常劝我去工作 前两天 我一个朋友一找 我就跟他说 劝我去工作 何况之后我告诉你 你别看你现在轻松 你现在在上海 你要是不工作的话 你在上海就不能交社保 你要是不交社保的话 你五年之后 就不能在上海买房子 就是我第一次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说实话 我当时 我是真的担心了一下 因为当时我想了 这可怎么办呀 这到时候多麻烦呀 但是后来 我又冷下来 又仔细一想 就依我的这个能力呢 我根本就不担心这个问题 就因为我知道 依我的能力 五年之后 我不能在上海买房子 原因肯定不是 我没交购社保 就是我最近感觉 就是除了买房之外 我跟有钱人 在金钱方面 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比如说 我跟有钱人 我们都比较关注慈善事业 我们都想看一下 那个娟能力 那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就在感情方面也是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 有钱人谈恋爱 他们肯定会经常怀疑 就是 这个人 他是到底 图我的什么呢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 这个人 他到底是想 他到底是想 图我的什么呢 图我的小黄车压巾 是吗 早就黄了呀 这个梗 你想 但是后来 我刚来上海 全是讲脱口秀的那会儿 大概是18年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那会儿我特别害怕 别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特别害怕 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比如说你要跟别人说 你说我现在没有工作 别人就会觉得 你是个废柴 是个路子对吧 你要跟别人说 你说我现在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别人就会觉得 你是个傻子 就没法弄 因为我那会儿 刚来的时候没有收入 然后为了省钱 我就是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面 就青旅的特点 就是你的室友会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的室友是经常换的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基本上我那会儿 我平均每天至少会被问妻子 就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就特别烦你知道吗 我实在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愿意跟他们交流 所以说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 我都喜欢跟他们编 他们每次问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都跟他们编 我说我是做销售的 我说我是做财务的 我就跟他们编了 我一直编 一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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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再有人问我 我说我是一个编剧 而且那些人他特别喜欢跟你尬聊 聊到这个地方还不结束 还非得继续问你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说我是一个做销售的 他说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去上班呀 我说我那个今天休班 他说那你休几天呀 我说那个就是你住几天呀 可能好多观众听到这个地方 会有一些疑惑 你们可能会想 就是我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全职讲投火秀呢 就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工作呢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钱的 我是攒了一些钱 有一些积蓄 我当时卡里有一万块钱 所以我没有去工作 因为当时根据我的计算 就这一万块钱 就他是能撑到我红的那一天的 他起码能撑到我上春晚 结果连那年春天都没有撑过剧 好 谢谢你们教授 谢谢你们 谢谢 我是忽兰 从周琪默那句忽兰 是男人你就站起来 我一个冲动 就开启了我跌宕起伏的遗迹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在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后来网上还有人帮我分析 说我又是骨子里 对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我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 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 真的是有的时候走得太远 差点忘记了自己 为什么要出发 我很感谢周琪默逼出了一个更好的我 而他为了逼我 自己用了三条命 还是用到了 最后看到我状态回来 转身离去 因为他知道 有一种爱叫放手 我感谢我这季的坎坷 很多朋友说 忽然你这季没有那么稳定了 稳定对我来说没意义啊 我要更强 我又不是血压 我要那么稳定干啥 我之前在美国工作很稳定 我还跟美国人学会了上班摸鱼 一起对付老板 我没有觉得我不道德 我觉得我是在事宜 尝寄以至宜 后来辞职回国 倒也不是想把先进的摸鱼技术 带回到中国 就是太稳定了 老板还挽留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我这个渔夫这么恋恋不舍 那个时候还有个朋友 在国内创业 跟我聊了很久 让我回国一起创业 最后跟我说 你要想有出息 你就回国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不少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我回国创业 拿着五分之一的工资 干着五倍的活 我妈都夸我 她说你真有猪气 她还嘲讽我 她说要不要扫扫你的二维码 支持你创业 后来做了几年之后 赚的是多了 也没那么忙了 但觉得工作变稳定了 又没啥意思了 然后我知道了脱口秀 我发现说脱口秀 连工资都没有 这事不是稳定不稳定 这是刺激啊 刚开始有一天晚上 赶三场开放卖 我妈还问我 她说你这一晚上多少钱 我说三个地方 要不打车 骑小黄车的话 六块 真的我就这么一场一场地 熬过了2018 真的很难 你们知道吗 小黄车都没熬过2018 所以还是有得顶 后来慢慢脱口秀也顺了 李丹有一次喝酒跟我说 她说来吧 全职说脱口秀 她说你放眼望去 有谁比你强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的 我去年在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就是爱战斗 我不是爱脱口秀 我今天才发现 我可能不是爱战斗 我就是爱上头 直到现在我妈终于坚信我 无论做什么都是出于爱好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我妈对我现在已经是盲目崇拜了 假设有一天我活不下去了 我去路边要饭 我妈看见也会说 你看 我儿子最近喜欢要饭 之前混娱乐圈的 现在混饭圈 她也学习了 我最近开始看一些佛学著作 我妈终于开始为我担心了 因为她知道以我的能力 这个事我也能走得很远 而且她相信以我的背景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搞成欢乐的海洋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做上市 然后带着一群盒人去敲钟 功成身退 大隐隐于股市 刚才我听罗老师说 我其实还挺感慨的 就是我这个爱折腾的性格 也多多少少受到罗老师的影响 就我对罗老师表达热爱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直播间里疯狂买东西 我连面膜都买过 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是骨子里对我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现在年轻人不理解我这个追星行为 他们都喜欢追那些什么年轻的帅哥美女 他们看看我 再看看屏幕里的老罗 跟我说 哥你这是倒追啊 他们动不动什么 看看我家弟弟又出了新专辑 我说我家哥哥还欠六个亿 最后我要说一句 罗哥加油 爱折腾的人不会输 大家好 我是胡辣 你们看看这个战事对吧 一年一度的竹梦洗剧圈又开始了 今年来了这么多人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脱口秀火了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何广志火了 何广志是让许志胜都看到了竞军娱乐圈的希望 许志胜男人看啥的很坦诚 真的 我第一次看见许志胜 我的感受就是 当时我害怕极了 我说这是三T人打过来了吗 实话实话 笑话人不辱人 我之前一样 我给一个表 名牌特别好的表 做广告 那个表好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都买不起 你们见过那种 那个表的代言人 之前什么吴彦祖 不达的皮特 我不知道为啥找我 你们见过那种名表 那种广告吗 就是那种穿着什么西装 然后要这个样子 表要露出来一点 目视前方 所有人一看他们 哇 世界名表 我也这个样 人一看 哇 考验辅导 而且你们今天看到那边 可能还看到就是 还有朱一旦老师 朱一旦老师在那边 哦 在那边 我不知道除了脱口秀 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和我们这些人 比起来 他们说这是行业内卷 我说这应该是阶级矛盾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 啥是内卷 我说啥是内卷 有一次我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 坐 那狗咔坐下来了 另个阿姨对他狗说 C层的狗咔也坐下来了 我看见第一只要回家 学英语的狗 我一次就理解了 什么是内卷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都不是哀怨 是不挤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后来后来 我真的我就在想内卷的事 我就想内卷的事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很早之前 鹦鹉是不用学人说话的 你看 就是有只鸟嘚瑟 想要自我实现 他说你好你好 他以为人类听完 他反映是 这是鹦鹉 真的是生物学的奇迹 其实人类的反映是 这只会说 那其他的应该也会说 一旦卷起来 都不需要人做啥 鹦鹉说人话 就出现了鸟传鸟的现象 当鹦鹉习惯了 天天得说你好的时候 又有只鹦鹉跑出来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知道其他鹦鹉 看到他有多崩溃吗 对着鹦鹉就骂 就你会说话 就你会说话 我这么会说 我说了吗 没有的吗 没有的 现在鹦鹉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我前段时间看视频 有会说北京话的 有会说河南话的 还有会学狗叫的 我说你学这玩意干啥 我看那个鹦鹉 我一会儿对着人说人话 一会儿对着狗汪汪汪汪 给它忙的 我说你是给它俩当翻译呢 我一个灯都没有 我在想说 是不是有些动物 有特殊能力 但是人家不展示 因为人家聪明 而自为聪明的动物 活得最累 你看看那个猴 总被人翻跟头 什么骑行车 还数数 我看过一个视频 问那猴说 二加三猴子 五 五加五十 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 感觉他以为 我们人类真的不会算数的 就以为 哎呀 你们人类要是没有我 怎么办呀 就觉得 哎呀 实际上我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呢 旁边还有老猴子 教育小猴子 哎呀 你也应该 像他要好好学习 长大你也要去 北京动物园 谁开的一个标准 我们一上去 就是这个标准 不用想了 有人说 你说了半天 你有啥好办法 我没有办法 对吧 你们看我这个行为 通过讲一个 讽刺内卷的段子 目的是赢得一个 非常内卷比赛的胜利 无论我赢我输 其实都是内卷的胜利 当然我也给我这个行为 起了个名字 叫莫比乌斯卷 谢谢大家 我出来 恭喜获得了三张 我们以为这个 还有呢 突然就完了 他还是 这要走好几轮的人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老觉得中间 哪拍都不合适 这后边再听听 对对对 我觉得创作特别好 外上 外上的事先不提 我觉得写的脚本 非常精彩 讲的时候节奏 我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感觉稍微有一点问题 但我觉得再不拍 可能就不合适了 所以就拍了 对 是的 连导师都卷了 压力 我觉得他每一次都讲的特别不一样 就不是那种一个套路来回使的 所以我特别欣赏那种有原创精神的人 然后我觉得今天就好像缺了一点特别爆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还是那个整体那分还是 那是 我觉得大家对他的期待 期待对 就是希望每次都特别炸的那种 作为第一个说话的鹦鹉 很惨 作为把激烈的比赛 氛围带到了这个节目的人 在这贼喊捉贼 你才是特别秀代表人物 大家好 我是孟川 去年的开场来了 半决赛了 心态上难免有些膨胀 前阵子接了一个外界商务 给我订了一个头等舱 上去之后 空姐提醒我戴好口罩 我说那戴好口罩 他们能认出来谁做头等舱吗 当然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嘛 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口罩上面 写上了孟川 而且那天刚下飞机 我的行李箱就被一个哥们推错了 关键是 我就在看着那个哥们推我的行李箱 我一直以为是主办方派来给我拎箱子的 其实每年的比赛就跟高考似的 还挺让我怀念那时候的 我们高三的语文老师管得我特别严 他就在教桌旁边给我安了一个座位 如果放到酒桌上 那个位置就叫主陪 我说我那么忙 哪有空坐这呀 我得罚站呀 我同学说 你是咱班唯一一个 能跟老师平起平坐的人了 为啥这么对我呢 就是因为他是我爸的学生 以前我爸也是这么对他的 负债子环 我跟我爸长得又特别像 所以老师对我是又恨又怕 有次把老师气急了 在那儿喊 孟老师您给我滚出去 太不错 但真的理解不了老师的言格 还是很作 就在那个门框上面放了一塑料袋水 想着坑同学 结果我们老师进来了 一推门水掉下来了 同时戴下来的 还有他的假发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乍场 喜剧还是得冒犯权威 老师很生气 说跟着我来办公室 我耗着他的头发就去了 老师说 你怎么天天不学习啊 我看着他说 我说我怕努力学习会掉头发 老师说 你看着其他人学习 土飞猛进的 我说反正我不土 第一年高考完 老师跟我说 川儿 老师的孩子也刚出生 老师呢 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你可就别报师范了 渊渊相报何时了啊 当时的成绩真的很不理想 正在查报什么大学的时候 我很喜欢的那个女生 跟我说 我想去复读 你呢 我说这么巧 我也想去复读 但是我为了发泄情绪 已经把高三的书全部烧了 自己把自己坑了 真是粉书坑儒 那时候心思也没有完全放在学习上 就想制造点浪漫 就给他发短信 我说你在阳台不 他说我在阳台晒被子呢 我说请你看彩虹 然后就把浇树的水龙头 刺了一道水花 他站在阳台上喊 为什么刺我被子 我有点手足无措 我说 我会对你这被子负责的 当天 所有人都感动了 只有他感冒了 我们俩愉快地复读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他突然特别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说川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被一所大学补录了 又问我 你不替我开心吗 我说真替你开心啊学姐 而且他刚开学不久 我就看到了 他在QQ空间里边发了一个 他跟一个帅哥的合影 这份感情里边 虽然一直是我一厢情愿 但当时的感觉就是 他补入了 我滚认了 我 结果后边就开始劝我 好好复读嘛 一直在恶补英语 我同桌就说 你这英语口音有点重啊 都要看着外国电影 补一下吧 过两天就开始生气 说让你看好莱坞大片 你怎么在看宝莱坞大片 过不得你现在一念英语就不能投 但是幸好 学姐虽然带走了我的爱情 还给我留下了一堆学习资料 每当我学不下去的时候 就打开学姐的笔记本 上面都是她的字迹 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知识点 和那个男生的名字 第二年高考嘛还是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感谢爱情的在天之灵吧 回头看两次的高考也就这么过来了 生活中呢 还有无数次的高考 放松心态 大不了从头再来 try again 谢谢 我是莫川 我是Nora 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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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上季表现非常的顺利 第二轮就被淘汰了 其实我爸很早就知道了 他在家里对我说 孟孟啊 你啊 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爸爸分析过 跟你对标的那就是富兰跟磅礴 对吧 因为你们读书都还可以 对吧 但是人家富兰跟磅礴就是优秀 富兰跟磅礴能吃高粉丝多是有理由的 富兰跟磅礴能吃高粉丝多 是因为他们两个很早就结婚了 你以后要打就打那种离婚的 跟你讲 就是你也知道 爸妈看这种电视 他喜欢看那种正能量的 我觉得我爸爸会非常喜欢黄警官 因为黄警官很正能量啊 他还有小孩了 对吧 最重要的是黄警官 他是我们黄埔区的 不好意思 黄埔区的 黄埔区 真的 其实上了节目之后 我爸妈都很担心我 因为社交媒体对很多女演员 会有很多的评论 我有一次上一个直播活动 我爸觉得我没有什么粉丝 想给我撑人气 播了一会儿 弹幕上就出现一条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女主播笑起来很好看的 像她妈妈一样 弹幕还有口音呢 哇 这厉害厉害 还有人在我微博下面留言 说天王盖地虎 诺拉一米五 立刻就有人回复她 哦 这件事情啊 也不能怪她的 她小的时候不太喜欢喝牛奶 她的妈妈呢 也没有管管她 那人就回来 啊 你谁啊 她妈妈 哦 我不是的 我就是个路人 那为了感谢这位路人呢 第二天我就买了 每100毫升3.8克 原生乳蛋白的经典有机奶 对路人说 天王盖地虎 妈咪最辛苦 经典宁常常 营养又健康 我为什么要讲这样段子呢 因为我真的很想赚钱 我觉得我们女生 在变美上面花的钱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不瞒大家说啊 很多人除了说我矮 还有很多人说我胖 我也知道 因为我的小腿很粗 今天把它遮起来了 我去年穿了套粉色的西装 下面是短裤露出小腿 怎么跟你们讲 去年我上半身快乐女生 下半身巨石强森 我到后来真的去打了 那个小腿针 然后我突然发现 医美的医生 像是半个心灵医生 他跟我讲说 你对自己哪里不满意 我说我小腿很粗 还有呢 我的脸也很肉 还有呢 我很矮 还有呢 我短子不好笑 有人讲我有压迫感 我要不要找脱口秀了 真的 我觉得做女人太难了 而且你看网上那些短视频啊 它会给你很多的外貌焦虑 它会告诉女生 你要变好看的话 你要又盐又甜又酷又辣 简单一句话 你要色香味俱全 而你们知道 男生要变好看要做什么吗 只要干净就好 你只要洗个头 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我们的菜了 而且网上你看看 总是对女生的外貌很不自信 对吧 我们女生有什么 我们有梨型身材 苹果型身材等等等等 但男生只有两种身材 有八块腹肌型身材 和哼 我有钱要什么身材 怎么跟你们讲呢 就是外貌对女生来讲 真的非常重要 再厉害的男生 无论别人怎么劝 他都要看脸 张无忌厉不厉害 五只大侠 他的妈妈小时候临死前 阴界地跟他讲说 啊 无忌 不要相信漂亮女人 他们都是骗子 张无忌长大以后 身边围的全都是美女 你就感觉张无忌听到的是 无忌 漂亮女人 怎么说呢 我真的觉得现在 大家对女生的外貌焦虑 真的是太严重了 连我内心都在想说 这个比赛 比起好笑 我也许更想看到人在弹幕上Q 这个女生还挺好看 但很可能 这个时候又会多一条弹幕 说我就是一个路人 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好看的 主要呢 是像他妈妈 真的 谢谢大家 我是Nora 大家好 我是Nora 我是你们的收工信号 好不好 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可能是现场 唯一一个上海的演员 说实话 我在最后 发现我是最后一个上场的时候 不停在安慰自己 我说没关系 没关系 都是客人 那我在白天呢 是一家快销企业的销售总监 然后晚上呢 会讲脱口秀 其实脱口秀这行业 收入也不多 也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爸开始特别不理解 他说你为什么要去讲脱口秀啊 你是不是学老罗啊 我说爸爸 你得看看他的段子 他说不是的 你们都喜欢骚钱的爱好 是有点道理 但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平常会讲中文 英文还有日语的脱口秀 所以虽然我没有上过 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但是我会把这段子 放在网上 然后也会有些观众 会认出我来 前两天我演个英文的演出 有个妹子在演出之后就过来 她说 Oh my god I like your show so much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我说咱们都中国人 可以 没有问题 她说 Oh you're so nice 跟我拍张照片 还去跟朋友炫耀说 那个就是Nora 快去练口语 特别的工智 就是其实我还是在台上相对来讲 比较新的一个演员 然后导演开始问我 他说你想挑战谁 因为按照你的顺序的话 是很难有机会上台的 我说我没有什么原则 我就是不想挑战女生 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线下 包括你们今天看到淘泰 有非常多优秀的女演员 就怎么说的 有句话说 好像男生比较多 这句话的水分啊 跟那边的人一样 水分太多了 感觉一下 这边水分可真不多 实话实足 但是这样的 就是我以前还用过 别的英文名叫做Dream 因为我当中一个字是梦子嘛 然后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住在对美国夫妻家 两家人 他们来上海看我的时候啊 我爸妈请他们吃饭 两家人家在我不在的时候呢 是用翻译软件交流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我的建议是不要用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 发现气氛巨尴尬 我就用我爸 我说爸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我爸说 我就跟他们讲啊 以后去美国 走他们玩啊 翻译过来是 We will play with you In the USA 对方父母是不是就很紧张 然后只能很礼貌说一句 We think Dream is very nice 对吧 翻译过来是 你这个梦做得很美啊 太震惊了 然后我爸吃两次亏以后 他说要自学英文 看美剧来 然后前两天我爸说 孟孟啊 我喜欢看的都要看完了 你帮我下点心的吧 我说爸爸你喜欢看什么 他说爸爸喜欢看的 都是一家自编公司的呀 我说哪一家 他给我指了一行英文字 写着 欧夜字幕组 我爸就很有信心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说你帮我带个老外回来 我练练口语好吧 我说可以的 然后我请了个美国同学 到我家来玩 他们聊得很开心 我就问那个女生 我说Jessica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你爸看我好看 我说不可能 我爸只会 Hi Bye Thank you Money 她说No no no Your dad just said You Face Good 我跟我爸说 你现在的水平 也就是幼儿园小班了 不要再考验 我仅剩无几的外国朋友了 我帮你报个名 去512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学吧 有真人外教 一对一教你 之后 你就不会只说 You Face Good 你就可以说 I cannot stop looking into your eyes because you were gorgeous 而且现在下载 512TALK APP 还可以免费试清 划算到 Unbelievable 我爸说 不愧是我的daughter 我爷爷说 这么good 我也要CC 真的 我们家语言氛围非常好 是因为我爷爷 讲话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我爷爷上海人 讲话中阴夹杂 他会这么说 他会说 萌萌啊 Banana 给我确确 萌萌 Telephone响了 快去answer 我爷爷真的太酷炫了 以至于我一直觉得 中阴夹杂 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前段时间 有人扛我 他说 你是中国人 怎么会这样呢 但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硬翻译过来的话 会更尴尬 前两天有观众 跟我讲 说Nora 我给不到你的点 旁边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要说 我得不到你的点 感觉下句话就是 我有得到的人 对不对 很猥琐 没有必要 但是我们上海人 还挺洋气的 我觉得北京人 是真的霸气 你不知道 我前段时间 出差去北京 点咖啡的时候 前面那个人这么说 他说 你把我的名字 写错了 不是那个炸暖 还寒时候的后 是那个王侯将相 您有种呼的侯 我当然觉得 我这个名字太弱了 就我们上海人 再霸气 也不会这么介绍自己 对不对 你好 我姓房 黄埔区两套房的房 真的不会 所以轮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要体现一下 上海人民的素质 我就说 你好 我姓杨 不是那个风吹草地 献牛羊的羊 是那个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立之来典故中 杨玉环杨贵妃的羊 谢谢大家 我是Laura